星期四深夜飛鵝山附近電塔懷疑發生爆炸 導致九龍區多處地方電壓罩干 全港多區出現電燈閃一閃的異常現象 亦有多區出現穩列事故 中電人員在星期五早上 帶備裝備沿著山路到達電塔現場 期間人員爬上電塔維修調查事故原因 警方亦派員在現場調查